台湾人喜欢喝咖啡平均一个人一年就能喝掉122杯 现在就有网友好奇提问了 说超商咖啡常常是买一送一 如果再扣掉这环保杯折价特大杯的美式咖啡一杯只欧30块钱 业者的成本大概要多少钱才能够有赚头 好久了一看到咖啡店老板也分享了美式咖啡 拿铁还有风味咖啡之间的成本差异 台湾人爱喝咖啡一年喝掉28.5亿杯 平均每人每年喝掉122杯 年产值更高达800亿元 无论平价咖啡精品咖啡或是手冲咖啡都有人喜爱 不少学生上班族更是人手一杯超商咖啡 只有网友好奇提问超商特大杯美式常常买一送一 扣掉环保杯折价五元 平均每杯只卖30块钱 成本到底是多少还会让业者有赚头 现在咖啡不是随便买都要四五十块 所以买一送一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假设我只有个十分钟我就去便衣商店买咖啡 因为超商可能给我感觉会比较杂一点 我觉得这边比较舒服 而且离家里也近 热气蒸腾测链出烘焙箱 实际走访咖啡厅 业者不藏私分享 以冰美式来说 使用自制冰块与开水 成本几乎只要一份浓缩咖啡的十至十五元 超商大杯原价卖 至少能赚上三到四倍 就算买一送一也有两倍赚头 另外热拿铁一份浓缩 加上300cc牛奶 成本约落在35块钱 焦糖马七朵必须淋上香草果酱与焦糖酱 成本大概会在多十元 外带后财费只要再加三块钱 除此之外还得考虑电租 水电以及人事费用支出 其实咖啡厅每杯饮品 毛利大约只有五成 而超商之所以能大打价格战 关键可能在于大量紧迫 你如果只是说一杯拿铁的话 油奶的成本会最高 大概毛利顶多到五成或六成 他们可以做到就是可以咖啡豆 大量的批或可以压夹 买一送一可是他们成本并不会亏损 咖啡风潮持续在台发酵 同盘价也能打造出黑金传奇 以这种整合人看台北成本老